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咱们这款双手镜的机器 机器收掉了以后呢 这是咱们的一些配件 然后呢都在这儿 这个呢是一个保险 需要插在背后的 这个呢是咱们的这个双手镜的这个小出光口 是拖这个细小毛发这个小的位置的 比如说唇毛啊什么的这些位置 这个是咱们的激光手镜 这个激光手镜上自带一个出光口 这是大出光口 拖大的位置的 这个是咱们制冷制热 导热的收息毛孔的手镜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机器呢做一个组装 首先呢 我们要拿这根黑色的线和电源线去连接 连接好了以后呢 来我们看一下 这是激光手镜 激光手镜呢是在中间的这个位置上 然后呢把螺丝拧好连接 这边呢是咱们的那个刚才那个保险 这个保险呢是一定要插上的 保险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凹进去的 就是我们三个手镜口呢都是有凹进去的位置 凹进去的位置呢对应这个地方的凸起的位置 它是这样方便插进去的 如果不插这个保险呢 激光手镜呢是不会出光的 好 这个是咱们的这种支热的 这个收起毛孔的手续 我们同样还是找到这个凹陷的位置 对应这个凸起的位置 好 机器呢就算组装好了 组装好了以后呢 然后呢我们现在把它反过来 让大家看一眼 这个手续呢 现在装好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呢 现在呢它都是对应好的 那我们现在开始开机 开机的时候呢 后面是有一个红键 然后咱们打开这个红键连电 然后呢拧开急停开关 这个呢上面呢会显示咱们的这个 激光呀 制冷制热呀 然后这个档位呀都在这上面 然后我们首先先浏览一下 这个机器呢 这个屏幕上是有显示的 我们看到现在停到这个位置上是一档 然后我按一下 这是二档 这是三档 四档 五档 好我们再按一下 这就是显示的剩余次数 咱们的机器呢质保是一百万次 这是咱们显示的剩余次数 然后我们现在点回来 好这是一档 一档呢打开以后呢 这个手续呢就可以看到 它就可以出光了 那我们紧贴皮肤 现在就可以进行脱毛了 我们脱毛的时候呢 是光出的速度和您滑动的速度是成正比的 也就是说你看我按下去 它光在出光速度够快的时候 我们要平行滑动 那不能说光还没有出 咱们就开始滑动 好那我们现在来再测试一下 这个制冷制热的手续 制冷制热的手续呢 现在是这样 我们拿一手续 然后呢下面有一个显色的显色灯 我们按下去 这个红色的时候呢 显示的是在制热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做收线毛孔啊 做弄腹啊什么的 然后呢 但是这东西呢 咱们不能把它松手 一旦松手了以后呢 它松开以后 然后再按就变成绿灯了 绿灯的时候是在制冷 所以说呢 我们在切换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摁住了 不要松手 这个时候是在制冷 这个位置呢 就摸出来就是比较凉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这个收线毛孔啊 做这个冰敷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